其实我想告诉小宗正元唱的就是 你在宣传这张新专辑的时候 新的EP的时候呢 你的表现还有你的表情 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呢 是比之前在偶像剧 或者是在一些什么广告啊 那种场合环境的时候 显得沉稳很多 而且感觉突然一下变成熟了 很有诚意的样子 所以能够看出来 你对于音乐的一份执着和认真的态度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来看看网路上的朋友对你的提问好吗 说不定很尖锐 好 好 欢迎来到 欢迎正元唱来到大风暴做客 恭喜你 最希望跟当今华语乐坛的哪一位天王天后合作呢 哇 我觉得华语乐坛上面非常多优秀的歌手 我觉得以我现在是一个新人的一个身份呢 我觉得谈合作还太早 但是我有非常多崇拜这些天王天后 像Eason 陈奕迅他最近也发行了他最新的个人专辑 其实我真的非常的欣赏他 所以我期许我自己可以成为像Eason 陈奕迅这样一个自在又快乐的歌手 好 我明白了 想跟陈奕迅合作 希望你们能够早日合作 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人 好 今天还有一条网友 我希望可以期许自己可以成为他 自己成为他 好 没问题 请问接下来你要找一个很漂亮很会打扮的老婆 你觉得唱歌唱的怎么样 哪方面是要提高在转行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 就是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我觉得我在歌唱上面 其实以前的戏剧的经验累积 让我累积了很多诠释情感的部分 然后我觉得我在歌唱上面 其实需要做很大很大的努力 包括我现在在跑宣传期的这段时间 其实公司还是会陆续给我上歌唱课跟肢体课 所以我觉得我的进步的空间还有很多 我之后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好 由于时间关系 在这里我们要跟小宗仲言唱说再见 不过我想给你一个祝福 因为跨界是不容易的事情 你可能真的是要去适应很多新的环境 去面对一些突发的状况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在自己热爱的行业里面 走得很好 发展得不错 唱片能够卖得非常的棒 好不好 谢谢你 沈欣 好 谢谢 希望有机会再来我们一个大风暴做客 拜拜